各位朋友,大家好!這次台灣大選結果出來以後 很多朋友,包括台灣綠營的朋友 還有大陸民主派的朋友,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台灣綠營的朋友鬆了一口氣,這個很好理解 他們本來就是支持蔡英文,支持民進黨的 那為什麼大陸民主派的朋友 對台灣的這次選情會這麼關心 最後會感覺到如釋重負呢? 這是因為大陸的這些朋友都知道 如果是韓國瑜,如果是國民黨贏得了這次大選 那就等於是中共的代理人掌握了台灣的政權 那中共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一定會迅速的啟動所謂的祖國統一程序 可能會先對台灣進行一輪的和平統一攻勢 當然了台灣人民還有台灣其他的政黨 肯定不會接受和平統一 那他們會群起抗爭 然後中共就會以平定暴亂作為藉口 立即開始武力統一 一旦他們走到那一步 那就不僅僅是台灣的大災難 也是中國大陸人民的大災難 因為一旦開始武力統一 那麼他們一定會在大陸實行軍管 一定會實行佩己制 一定會完全控制人民的生活資料 完全控制人民的行動 人民被中共完全控制之後 那個時候要想在中國再進行抗爭 要想再進行維權運動 要想再進行顏色革命 那就難於上青天了 所以這次台灣大選結果出來之後 大家鬆了一口氣 至少這種和平統一、武力統一的 實行軍管的藉口少了一個 機遇少了一個 在這次大選剛剛開始的時候 那選情對於韓國瑜對國民黨是非常有利的 一直到7月份的時候 韓國瑜的這個民調的支持度 還是比蔡英文高一些的 國民黨一直到9、10月份 他們的支持度還是高於民進黨的 所以那個時候大家都很擔心 一些台灣的朋友甚至說都有了亡國感了 那為什麼在短短的幾個月之內 選情就發生了這麼天翻地覆的 這種變化發生了急劇的逆轉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由哪一些因素造成的呢? 我今天就想來先講一講 造成這一次選情翻轉的幾個因素 然後再講一講韓國瑜到底應不應當被罷免 韓國瑜的最終的下場 我們也來推測一下 讓韓國瑜這次選情大起大落的 第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的因素 韓國瑜跟中共的關係那是非同尋常 韓國瑜在他當了台灣的三屆立法委員之後 他就去北京大學去讀書讀博士學位 而且他一讀就是78年 2009年才畢業 他後來說他沒畢業,但是他的名字確實是出現在 2009年的博士學位畢業生的這個名單當中的 那難道是北京大學撒謊了嗎?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不大 你沒畢業,學校為什麼非得說你畢業了 非要送你一個博士學位 大家說這個是不是很奇怪呢? 另外呢,韓國瑜還說他當時 並沒有住在北京 那至少他在那七八年時間裡面 他是經常去北京,往返於台灣和北京之間的 對於中共統戰系統和情報系統稍微有一點點了解的人 憑著這一點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韓國瑜在那七八年當中 因為他長期在中國、在北京 他一定會被中共所掌控 一個台灣的政治人物在那麼長時間住在北京 你不可能逃得過中共所設下的羅網 不可能不掉進中共所挖塞的陷阱 什麼樣的羅網,什麼樣的陷阱呢? 每一個人他有不同的針對方法 對韓國瑜這種酒色才氣之徒 那一定是用聲色拳馬,讓他眾情享樂 然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你這些行為,中共情報人員一定都會錄音錄像 等於是留下了鐵證 你的命運就掌握在中共手中了 你就永遠逃脫不了他們的掌心了 中共掌控一個人之後 他的目的是要用這些人來為他們辦事 但是他們有一種很矛盾的態度 就是他們一邊在用這些人 一邊又很懷疑他,怕他叛變 我們常說用人不移,疑人不用 這條原則在中共那裡是行不通的 因為中共知道他們控制這些人 是用的非常規的不正當的手段 很難贏得他們的心 所以時時刻刻都在防備著這些人 會不會叛變呢? 那這些人呢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因為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中共手中 深怕被中共懷疑叛變 所以他們絕對不敢對中共有任何批評 哪怕是最輕微的批評都不敢 哪怕是中共做了天大的壞事 人所共知他們也不敢批評 這就給韓國瑜的這個選情造成了一個很大的障礙 韓國瑜這個選情由勝而衰的一個轉折點 就是在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之後那幾天 有個傳媒的記者就問他 說對於香港反送中運動有什麼樣的態度 如果他跟中共沒有任何關係 那這個問題是非常容易回答的 台灣的主流民意是支持香港人支持反送中的 他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當然應當順應主流民意 但是他不敢說支持反送中 因為他害怕中共,害怕中共懷疑他叛變 當然了他也不敢說反對反送中 害怕台灣民眾太反感他 所以他就假裝糊塗說什麼 什麼事啊我不知道啊 但是他裝糊塗 台灣老百姓還是有很多明白人 從那個時候開始很多人就不相信韓國瑜了 很多人就開始懷疑他跟中共有某種關係了 選情他的這個民意支持度 從那個時候也就開始往下滑落 我記得在大選之前大選投票之前大概半個月 他還參加過這個一個脫口秀博恩夜夜秀 主持人博恩就問他一個問題 說全世界這麼多國家當中 哪一個國家對台灣的安全威脅最大 這個問題啊台灣的小學生都能夠回答 但是韓國瑜不能夠回答 他就支支吾吾東拉西扯 故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最後這個主持人再三追問 他才勉強說對岸有很多飛彈 他不敢提中共 他說對岸有很多飛彈 說我們一定要跟對岸搞好關係 這樣台灣才安全還是答非所問 絕大多數人看見他這樣的表現 那就一定會知道韓國瑜是害怕中共的 怕得要死絕對不敢得罪中共 那這種人他怎麼能夠保衛台灣呢 所以中共的這個因素破壞了韓國瑜的選情 從表面上看中共是很想讓韓國瑜當上台灣總統的 但是最後的結果是害了韓國瑜讓他當不成總統 這是第一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國民黨的因素 韓國瑜跟中共有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 他這種人在國民黨內絕對不孤單 過去這幾十年中共為了滲透台灣 那可是下了血本的 國民黨可以說是被中共滲透的重災區 怎麼看得出來呢 在最初安排這個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名單的時候 整個國民黨的高層居然同意把邱毅、吳思淮 還有葉玉蘭這樣的一些人放進去 這幾個人在台灣是人所共知的台間 他們是選舉毒藥 國民黨高層不可能不知道 知道了還要把他們放進去說明什麼問題呢 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受制於人、受制於中共 中共讓他們放進去他們不敢不放 雖然邱毅後來自己退出來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但是太遲了 很多選民已經不相信國民黨了 在不分區立委名單出台之前 國民黨的政黨的支持率還是和民進黨不相上下的 甚至經常還比民進黨要高一些 但是民眾一旦開始懷疑他們對台灣的忠誠度了 支持率就急劇的下降 這種下降不僅僅是影響了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選情 也影響了國民黨分區立委的選情 更重要的是它也影響了韓國瑜總統的選情 所以這次韓國瑜敗選,國民黨難辭其咎,國民黨的高層難辭其咎 這是第二個因素 那麼第三個因素就是韓國瑜本人的個人素質的因素 韓國瑜這個人本來是相當聰明的 反應很快,口才很厲害,鼓動能力很強 這些都是有利於選舉的這種素質 但是他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有一些個人性格上的缺陷 比如說他喜歡說髒話 甚至在一些公眾的場合,甚至在總統大選造勢的大會上面 他都會忍不住飆幾句髒話出來 而且他說髒話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拿身體器官來說事 比如說他說他是用屁眼來看韓黑的 還說蔡英文這個民調高,不要緊,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調者得痔瘡 你在這麼重要的這些公開的場合 你都這樣無言會語,那在私底下 那肯定是更加口無遮攔,更加不堪入耳 結果台灣的人都有這樣的一個印象 就是絕大多數台灣人彬彬有理,溫文爾雅 那他們這樣的台灣人怎麼能夠接受一個滿嘴髒話的人 做他們的最高領導人呢? 那這不是丟台灣的臉嗎?不是丟台灣人的臉嗎? 那不僅僅中間派的台灣人選民不能夠接受韓國瑜這種下流語言 很多婦女不能夠接受韓國瑜這種下流語言 甚至是一些傳統的國民黨的支持者 比如說什麼經濟男、知識男 這些人都會覺得韓國瑜這種人不能登大雅之堂 那另外呢,韓國瑜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也有重大缺陷 他的長相是善於說口號喊空話 在他上一次選舉的時候,他喊出了一個口號 禍出的去,人進的來,高雄發大財,很成功 很成功的催眠了高雄的選民,贏得了這次選舉 但是很明顯大家對總統候選人的要求要高多了 你不僅僅要能夠喊口號,還要有完整的政綱 還要對這些政綱有系統的論述,論述還要有說服力 韓國瑜很明顯沒有這種能力,一直到選舉結束 他也沒有能夠把他自己的政治理念能夠表達清楚 可能根本就沒有理念 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最後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美國因素 這次選舉實際上中美兩國都是深度介入 中共派出了大量的網絡水軍去幫韓國瑜幫國民黨造勢 美國也派網絡戰的專家到台灣協助民進黨抵制中共水軍 中共派了間諜去送資金,美國就幫台灣撤反間諜 斬斷這個資金鏈 王立強向心的間諜案就是中美角力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王立強是向歐洲政府投誠的,向心是向台灣投誠的 其實都是五眼聯盟運作的結果,美國又是五眼聯盟的核心 所以直到投票前兩天,中美雙方還在王立強事件上面鬥智鬥勇 當然最後結果是中共輸了,美國贏了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瑜他想贏,贏得了嗎?當然不可能了 從表面上看起來,這一次韓國瑜這個選情好像大起大落 蔡英文贏得好像很驚險,但是實際上考慮了前面我說的這幾個因素 大家就會覺得這種結果一點都不偶然,完全是必然性的一個結果 因為中共一定會出手干預台灣選舉 而美國就一定會反制中共,美國人才多 中共奴才多,人才PK奴才,當然人才會贏 那國民黨被中共滲透,韓國瑜被中共操縱 這麼長時間這個選舉過程當中,他們總會露出一些馬腳 一定會失去台灣人的信任 所以有些朋友說,蔡英文運氣好,民進黨運氣好,這是不正確的 論口才便捷,風趣幽默,蔡英文肯定是不如韓國瑜 但是如果是論作為政治人物的綜合數字 無論是個人品性還是政治格局,蔡英文都遠勝過韓國瑜 蔡英文PK韓國瑜當然是蔡英文贏 民進黨和國民黨相比也是強太多了 雖然這兩黨都有派系鬥爭,但是內鬥的結果大不一樣 比如說王金平、郭台銘在國民黨內鬥當中他們失敗了 他們就跟國民黨分道揚鑣了,甚至是倒戈相向了 民進黨內鬥也很激烈,當時4、5月份的時候 賴清德挑戰蔡英文,力度相當大 但是最後黨內卻是團結一致 民進黨PK國民黨當然是民進黨贏 所以從國際因素、政黨因素、個人因素 這三個方面來看,蔡英文贏韓國瑜贏的一點都不意外 所以我在去年3月份還有5月份、7月份都做過幾期 關於台灣大選的視頻,都是說韓國瑜國民黨必敗 前兩天大選投票還在進行,點票還沒開始的時候 我也做過一期視頻,就是上一期視頻 我說蔡英文,民進黨一定贏,一定大贏 有個朋友還勸我說別冒這個險了,萬一沒說準 到時候五毛、粉紅都過來笑你 今後網友也不會再信你了,我說請放心,絕對錯不了 現在大選結束了,韓國瑜的麻煩還沒有結束 有很多人還要罷免他作為高雄市長的職務 根據台灣的法律,只要有10%的高雄選民連署 罷免投票就可以進行了 如果有超過一半的票數是贊成罷免的 贊成的人數又超過了高雄選民總數的四分之一 那麼韓國瑜這個市長就當不成了,就被罷免了 這一次蔡英文在高雄得票是有100多萬票 韓國瑜只得了40多萬票 這也就是說,高雄市民對於韓國瑜是非常不滿,非常生氣的 如果是民進黨和綠營的其他的政黨 這一次來一起推動罷函,成功的概率是相當相當大 技術上應當說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民進黨應不應當推動這次罷函 我的觀點是不應當,不要罷 不錯,韓國瑜確實是違背承諾 一剛上任你就要跳票去選總統 當務了高雄的這個市政,從道義上講 高雄市民應當罷免他 但是政治家不是道學家 政治決策不能僅僅考慮道義因素 要考慮多種因素綜合起來最後形成 決策要對國家、對人民、對政黨都要有利 在過去的這些年當中,這一年多當中 韓國瑜靠著他的三寸不爛之舌 又有中共幫忙,忽悠了很多選民 這一次他在選舉當中還是得了550萬張票 如果現在民進黨就開始罷函 那麼這550萬人就會更加同情他 台灣社會的裂痕就會更大 尤其是那些支持韓國瑜的軍公教人員 如果他們認為民進黨是在用政治操作 對韓國瑜趕盡殺絕 那麼他們就會更加仇恨民進黨 仇恨民進黨不要緊,最重要的是 這些人有一個很奇怪的邏輯 就是他們越仇恨民進黨 他們就越親近共產黨 這對台灣的安全是相當相當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現在蔡英文民進黨 現在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彌補裂痕 盡量的緩和和軍公教的矛盾 盡量的贏得韓粉的支持 不要著急去罷免韓國瑜了 那怎麼樣贏得這些韓粉的支持呢? 韓粉裡面有一部分是因為意識形態支持韓國瑜的 那這一部分人人數不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紀的,他們是很難改變的 所以就不用去拉攏他們了,拉也拉不過來 因為他們人數不多,拉不過來也不要緊 絕大多數的韓粉之所以成為韓粉 是因為他們覺得韓國瑜可以搞好台灣的經濟 如果是蔡英文也能夠把台灣的經濟搞好 經濟有明顯的好轉,那麼多數韓粉很快就會變為菜粉 那現在這個國際局勢對於台灣發展經濟也是非常有利的 在這個中美貿易戰的這個格局之下 台商現在大批的回流台灣 台灣本地的生產能力肯定會大幅度提高 而且現在美國對台灣的這個戰略地位非常重視 美國絕對不希望台灣在經濟上面過分的依賴中共 那樣他就有意願來和台灣加強經濟聯繫 在前年就已經開始了台灣和美國之間 開始談這個自由貿易協議 我相信用不了很長時間這個協議一定可以達成 一旦達成了這個協議 台灣的這個電子、化工還有其他的工業產品 那就有了更大的市場 另外台灣的這個內需實際上也有很大的開發空間 比如說很多朋友去過台灣之後都有一種印象 就是台灣有很多建築顯得非常破舊 這不僅僅是影響了城市的景觀 也影響了台灣人的這個居住的環境和總體的生活質量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 並不是因為台灣人沒錢維修房屋 不是因為台灣人不想 而是因為這個法律上有一些限制 在一幢居民大樓裡面一般都有很多個業主 台灣要想維修保養這些大樓 那一定要爭得所有的業主同意 要爭得所有人一致同意當然相當困難 如果是把法律修改一下 只需要60%、70%的業主同意 那業主委員會就可以雇人來維修保養這些房子 那就容易多了 或者是說政府你乾脆修個法律 修另一個法律規定所有的這些建築 每隔五年或者是七年、八年、十年 都要進行一次這個維修、保養、粉刷 這個消費市場、勞動力市場就會一下子擴大很多 我這只是講了一個例子 相信台灣政府還能找到更多的更好的刺激經濟的方法 總之經濟越好、韓粉就越少 等到人心安定了 那個時候再來對付韓國瑜 對付那些中共代理人 那用什麼方法對付他們呢?我覺得最好是用法律方法 現在稍微有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 韓國瑜還有一些國民黨的高層是中共的代理人 只不過是還沒有找到法律上的證據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你沒法律上的證據 怎麼就能下這樣的結論呢?當然可以下結論 你就好像你看見一個人走進了妓院 而且還在那裡過了一夜 那就肯定知道他就是一個嫖客 韓國瑜和其他的那些政客 跑到敵對政權中共那裡 長期的接受培訓、接受各種各樣的好處 而且大家都知道中共對台灣政客進行統戰收買 那是不遺餘力 那酒色才氣五毒俱全的這種韓國瑜 他怎麼能夠出污離而不軟呢?絕對不可能嘛 只不過是要通過辦法來找到法律上的證據 那能不能找到韓國瑜這個投共賣台的證據 肯定能找到 台灣只要跟五眼聯盟繼續合作 把王立強向心的這個案子繼續查下去 一定能查出一些證據出來 另外呢,今後一段時間 肯定還會陸續會有中共的間諜叛逃 甚至會有中共高層 要向美國、向台灣暗中投誠 他們也一定會帶出來一些 中共內部的機密文件、機密資料 包括他們滲透台灣的那些資料 所以我估計韓國瑜很難完成高雄市長的任期 很多國民黨立法委員也很難完成他們的任期 等待他們的是法庭、等待他們的是監獄 好了,今天就講到這裡 同意我觀點的朋友請點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請訂閱 想繼續討論的朋友請留言 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